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华视晚间新闻 我是王乃鱼 今天新闻一开始要带您关心到 是昨天一人林志颖发生的车祸意外事件 这整起意外可以说是相当的惊险万分 因为根据我们取得的最新画面 您就可以发现了 其实这辆车在撞击的当下 就已经开始冒出了浓烟 而且马上就开始燃烧起来 而在当下是有蛮多的目击者的 包括有行经的这个摄影师工人 还有骑士都赶紧停下手边的工作 赶紧加入救援工作 而整个救援的过程也可以说相当的惊险 他们在一开始先是在副座救出林志颖的儿子 随着就赶紧要来救林志颖了 不过因为这个车壳已经扭曲了 所以当时林志颖人是卡在驾驶座的 所以要将他拉出来可以说是相当的棘手 而且他们在救援林志颖的当下 其实火已经烧到了车内 包括这车内的温度相当的高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风险 所以这些热心的路人可以说是冒着风险 要不将人给救出来 而最后林志颖被救出来 隔没几秒钟呢 这个火就开始全面的燃烧 相当的惊人 他们是拿了三个灭火器 才将火势给扑灭 而您可以看到呢 这路人可以说相当的热心 而且相当的暖心 他们在救出林志颖之后呢 他们还特别拿出了一个大洋伞 帮受伤的林志颖来遮阳 还有人是负责来安抚林志颖的儿子 令人感动 而根据目前最新消息 林志颖呢 她是肩膀粉碎性骨折 面部骨折 这两三天都是关键期 好 林志颖跟她的儿子 遇到这样的劫难 不过好险真的有很多热心的民众来帮忙 像是林志颖她的弟弟林志兴 她就出面来道谢 说真的是好险有这么多热心的民众 台湾就是有这么多热心勇敢的民众 可以让她的哥哥可以平安到医院 而其中有一位相当热心的一位驾驶呢 她其实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师 她呢 相当的热心 其实她当时正在开车 不过呢 她就直击到了这个画面 她就赶紧停车 而且呢 她也不顾这车子 其实已经要起火了 就拼了命的要救出卡在驾驶座的林志颖 她说其实当下她一度迟疑 但其实也没有时间思考了 因为要赶紧救人 不过如果不去救了话 她肯定是会被烧死的 所以才赶快大声护救 这才救了林志颖父子 而事后呢 这林志颖的家属也说 很想要找到这名热心的驾驶 要跟她谢谢 不过这名热心的人士呢 她也挽下了 她说她愿意给不愿意 给出自己的联系方式 只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好 持续来看这起意外 大家都很好奇 为何这电动车会烧得这么严重 这么迅速 您从这对比图就可以看到 这特斯拉几乎变成了废铁 其实这跟电动车 它本身的结构 还有它撞击的地方有关 来看你看到呢 这个电动车 其他跟一般燃油车的结构不太相同 它的车底是一个H型的钢架 还有两颗马达 分别在车头跟车尾 而所谓它的心脏地带 也就是锂电池 它是遍布在底盘上的 所以您看到呢 林志颖它撞击的地方 它撞上了分割岛 就是底盘受到了撞击 那底盘受到了撞击 就会冲击到下面几千颗的锂电池 而锂电池一旦受到撞击 遭到破坏 可能就会起火 不过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这跟锂电池就相当大的关系 您看到其实锂电池呢 它本身呢 只要一燃烧的话 就会相当的严重 包括呢 它是属于有机燃剂 容易燃烧 一燃烧就会热失控 而且可能会高达500度的高温 根据统计要铺面的用水量 相较于燃油车是高出了40倍 所以呢 这消防队员也说了 如果遇到这类电动车起火 必须要赶快降温 否则火势会燃烧的相当迅速 而且救援也相当棘手 好 林志颖这起车祸 也引发了非常广大的讨论 其中呢 就是有关于这次发生的这个特斯拉 其实呢 它的这个所谓的车门的把守 跟一般燃油车是不太一样的 特斯拉它的拉车门的把守 是镶嵌在车门上面 不容易从外面来开启 民众也不熟悉 像是林志颖这次发生意外 当初这个热心协助的民众就说 他其实不会开车门 那怎么办呢 专家就解释了 其实特斯拉车款是有安全机制 在撞击的瞬间 安全气囊跟车门是会自动开启 开车门救援不是问题 而又同款的Model X车 主回到了事发现场实测 发现如果成功启动 自动辅助驾驶 完全可以顺利上桥 证明这次可能真的不是自驾热的货 来关心到桃园发生一起 堆高机死亡车祸 有一辆货车在马路上卸载堆高机 导致机车骑士在变换车道时 直接一面撞上了堆高机外露的牙叉 当场颈部断裂松衣后不致死亡 家属就控诉 当时附近并没有放置警示标志 更质疑堆高机没有在适合的地点卸载 还将牙叉悬弦升起 才造成悲剧 今天的天气实在好热 这太阳好毒辣 来看到今天的温布分布 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 整个平地都超过33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是今天花脸的玉里出现了40.4度的高温 新北板桥出现38.4的高温 台北也出现了38.3度的高温 更不要说体感温度一定会更高 另外像是气上专家彭启明就说了 台湾有多热 就像是有个透明的蒸笼盖在台湾的正上放一样 又闷又热 不过这样子羞滚滚的日子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 恐怕要到下礼拜一 要到下周二之后 这天气才会稍微凉一些 好 同时现在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 天气真的好热 很多人想要消暑呢 都是吃点冰或是喝点凉的 但是中医师就建议大家 其实想要真正的消暑 可以吃一点有苦味的东西 因为呢 根据记载还是可以清热 解热去暑还可以消除疲劳 或者是可以吃一点清淡的东西 像是仙草 绿豆 西瓜或是蜴仁 另外台湾也有俗燕说小鼠吃芒果 那大鼠呢 就可以吃凤梨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一起来看中医师怎么说 好 这个天气再热 都抵不住大家要出去玩的兴致 您看到这画面都是人啊 屏东小琉球又出现人潮爆满的情况 航运业者就统计4月疫情以来 单日人数最多的一个假日 一大早东港东流线码头大排长龙 游客好不容易登岛之后 想要租机车都要等很久 有人在大太阳底下等了两个小时才租到 另外呢 餐厅呢 更是墙墙棍 都是客满 大街上都是人 预估今天明天两天就会有超过2万人次 涌入小琉球 而业者也要持续加开航班来阴影 来关心我国运动健将的好消息 蒲勇选手和平力 在台湾时间22号出赛在哥伦比亚 举行的世界蒲勇锦标赛 结果在200公尺的双蒲项目中 羁押所有对手 以1分46秒漏气的成绩 勇夺世界冠军 而这也是台湾史上第一面 在蒲勇市锦赛获得的金牌 来关心大联盟战况 天12刀流大鼓翔平 本场先发对决勇士 投手大鼓主投6.1局 标出11次三振很强眼 可惜被抽出了两支拳雷打 丢掉6分 而打者香平也没有安打演出 最终天使1比8输球 大鼓小挑战时空时盛的记录 得再等等了 为了方便民众可以买到最新鲜的鳗鱼 云林县府在61快速道路的口湖休息站 设置了海产专卖区 专卖云林在地的海产 像是各品种的鳗鱼乌鱼籽等等产地直销 让民众在休息站就可以买到最新鲜的海产 还曾经创下单日销售金额20万元的佳鸡 现在更进驻了大型的冰柜 展示更多的当地水产 并加入了24小时超商电到电服务 让民众可以快速方便买到吃到最新鲜的云林海产 选战焦点来看到选情相当热的台北市 今天是假日各自拼场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同台柯文哲来争取曝光 再要来挖蓝银的墙角 而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则是出席了啤酒节的活动 跟民众吃吃喝喝拉近距离 另外要看到的是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 他释出了新形象照 同时他的政策小组还找来了前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要来传授选战策略 再来看到是新北市长的选战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 在前一天下午拜会了行政院长苏仁昌 但却传出了苏院长表明 不会接任他的竞选团队荣誉主委 被解读是给软钉子碰吗 不过林佳龙否认他说这是乱讲的 还大力称赞苏院长的角色 已经超过任何职务安排 还说他是这次选举最大的靠山 而另外一头新北市长侯友宜 则是遇到蓝营议员单脚下跪感谢 有一道消息来看到好久不见的歌手 毕书靖 23号在台北举办专场演唱会 除了带来一系列的混音版歌曲 21号刚发行的新歌 也列入演唱会的歌单 电子加摇滚的曲风 要给歌迷全新感受 日本冷冻烤饭团业者为了不想浪费食材 将生产线上面NG的饭团拿来发酵蒸柳 做成酒精湿纸巾 而且材质可以分解 除了避免浪费还很环保 另外知名的连锁寿司餐厅 则是向渔民收购市面上买气不佳的罕见鱼类 透过精心的料理 让顾客可以吃到不同的美味 另外也利用AI数据分析 掌握顾客的喜好之后再出餐 避免这餐点在轨道上面转半天 却乏人问津 最后只能丢进垃圾桶 相当浪费 晚间七点整 欢迎锁定华市晚间新闻 一起来关心桃园发生离奇 堆高机死亡车祸 有一辆货车在马路上卸载堆高机 导致机车骑士在变换车道时 就直接撞了上去堆高机外露的牙叉 当场是颈部断裂送医后不致死亡 家属就控诉 当时附近并没有放置警示标志 更质疑这堆高机没有放在合适的地点 还将这个牙叉全宫升起 才会造成悲剧 接着那年关心 到在昨天一人林志颖发生的严重车祸 这起车祸可以说是相当的惊险万分 因为根据我们取得的最新画面 您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撞击的当下 这车子已经开始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而且也开始起火燃烧 不过好险当时有非常多热心的路人跟工人 包括了有行经的摄影师工人跟骑士 他们就开始展开了抢救的行动 来看到整个抢救过程也是相当的惊险 他们先是在副驾驶座救出林志颖的儿子 不过接着要救林志颖的时候 就发现遇到了困难 因为这车壳已经扭曲变形了 所以林志颖他人是卡在驾驶座里面 他们是只能用硬拉的方式将他给拖出来 而在抢救过程当中很惊险的原因 还有包括这个火已经开始往车里面给燃烧 不仅相当的高温 而且随时可能会有爆炸的风险 所以这些热心的路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抢救他们 而且也相当的暖心 林志颖被抬出来之后 他们还特别拿了一个大洋伞来帮林志颖来遮阳 另外这可以发现的是相当的惊险 而现在林志颖的伤势是相当的严重 根据老姐她是肩膀粉碎性的骨折 而且面部骨折 这两三天都是关键期 现在是有家人轮流照顾当中 好真的是好心有这么多热心的民众出手帮忙 才让一人林志颖可以度过这次的劫难 而她的家人也是感到非常的感谢 包括她的弟弟林志颖就特别说了 真的很感谢当初有这么多的人 来选择出手救她的哥哥 让她哥哥可以顺利送往医院来医治 而其实在抢救林志颖当中有非常多人 其中有一位她是电视台的摄影师 她当时是开车经过 就看到了这个车直接撞上了分隔岛 当时这个车子已经起火了 她当时想一定要赶紧的来进行抢救 因为她如果不去救的话 肯定车上的人会被烧死 所以也赶紧大声的呼救 这才救了林志颖父子一命 而事后林志颖的家属也一直很想要找到 这名当事人跟她谢谢 不过她却相当的谦虚晚谢 不愿意给出自己的联络方式 只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持续来看到这起意外 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会烧得这么的迅速 这么的猛烈呢 您看到对比图 原本一台好好的特斯拉几乎变成了废铁 其实这跟电动车它本身的结构 跟撞击道的地方有关 来当您看到电动车 它跟一般燃油车比较不同的是 它车底有个H型的钢架 另外有两颗马达分别在车头跟车尾 不过它的心脏也就是所谓的锂电池 就分布在底盘上方 而我们看到林志颖 她的这个意外当下 其实就是撞上去了 分割岛就是撞到了底盘 而底盘只要一损伤 它底下包括余七千颗的电池 这结构遭到撞击 恐怕就会起火 不过为何会烧得这么旺呢 就跟锂电池它本身的原理有关了 您可以看到锂电池 它本身是含有比较助燃的一个情况 您可以看到这个锂电池 它只要碰撞之后就产生 会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热失控 会飙出500度的高温 而且是相当难熄灭的 另外它扑灭的用水量 也相较于一般燃油车 高出了40倍 所以很多今夜劳道的消防队员就说了 如果遇到这类的电动车起火 必须要赶快的洒水降温 否则火势会相当的迅速 而且在救援上也会很困难 林志颖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它所驾驶的特斯拉也引起了讨论 因为特斯拉它的车门把守 其实是镶嵌在车门上面 不容易从外侧开启 一般民众也相当的不熟悉 像是这次协助热心救援的民众 他就说其实他不知道怎么开车门 那该怎么办呢 专家就解释了 其实特斯拉的车款有安全机制 在撞击的瞬间 安全气囊跟车门是会自动开启 开车门救援其实不成问题 另外有同款的车主回到 事发现场实测 发现如果有成功启动自驾的话 完全可以顺利上桥 证明这次可能真的不是自驾热的货 今天是二四节气当中的大鼠 这个热打真的是相当有感 来看一下今天的高温排行榜 今天最热的地方 果然又是发生在花莲的玉里 出现了40.4的高温 另外还有新北板桥出现38.4度 还有台北也出现了38.3度以上的高温 而且体感温度都突破了40几度 真的好热怎么办怎么消暑 一般人都觉得说来吃个冰喝个凉的 但是中医师建议大家一个健康的方式 那就是呢 其实可以多吃一点苦味的食物 不仅可以清热解热去暑 还可以消除疲劳 另外呢也可以吃像是仙草绿豆西瓜 一人也都蛮消暑的 另外很有趣的是台湾有个俗愿 说小鼠吃芒果 大鼠可以吃凤梨 如此一来呢 让大家不仅可以消暑 而且可以吃得健康 好不过这天气再热呢 也没有办法阻挡大家想要出去玩的心 来看到屏东小楼球出现了人潮大爆满 航运的业者就说 这是4月疫情以来单日人数最多的一个假日 一大早就东港东楼县的码头就大排长龙 游客好不容易登岛了 结果租个机车要等快两个小时才租到 很多的餐厅也都客满 大街上满满都是人 预估今天明天两天就有超过两万人次 要进到小琉球玩 也会持续加开航班来阴影 怕热又想要玩怎么办呢 那就往山上走吧 宜兰的太平山因为海拔高 气温比平地低了10度以上 避暑的人潮让太平山庄住宿几乎是一方难求 除了高山呢 水上乐园也涌现了大批的游客 享受水上设施的清凉 而游乐园也推出了很特别的优惠 吸引游客来报道 好 除去玩可别玩封了 无事规定 高雄就有两名的高职毕业生 他们到屏东玩 竟然躺在轨道上面来自拍po网 引起网友评评 照片上甚至可以看出 后方的火车通行号制灯是绿色 代表火车随时会经过实在好危险 而现在铁警局也介入调查 表示已经掌握这两个人 这样的行为明显触法最高 是可以开罚五万块钱 好 谢谢